记者红美秀新竹报道 国民党两年多前上演总统候选人 驻下诸上的换主风波后 外转回锅挑战的新竹市长参选人 许明才民调一直拉不上来 加上现任市议会议长 谢文进拼是水温想挑战市长大卫 白财而语不断在政坛扩散 巧的是 党主席吴敦毅前几天低调到新竹市 与地方人事讨论选情 被提名的许明才前天急著想求见秘书长曾永全未果 都让白财传言甚嚣尘上 国民党新主党部主委吕学章受访言 郑博士词而语 直呼是空学来风 是有心人是故意放话操作 不过 他也强调 许明才的民调确实不理想 很希望党部提名 且经中常会通过的市长参选人许明才能积极些 争气点 要用对方法 不是认真就好 他认为大环境对国民党有利 对主持选情依然乐观 而国民党新主市长参选人许明才急著呐喊说 他确实想去见秘书长曾永全 不过 秘书长曾永全 恰巧不在 只好作罢 对于白财 换江耳语 许明才说 中央及党部都应该赶紧帮他消毒灭火 他是经过党内初选民调集党部和党中央提名的人 他从四年前落选后的第二天就开始秦跑基层 他绝不接受选前换江的结果 他每天都在为市长选举努力 呼吁党中央及地方党部要赶紧出面帮他消毒换江的耳语 据了解 新竹市长选情因现任争取连任的民进党籍市长林志坚拥高民调及高人气 让国民党在竹市犯成了艰困选区 几家民调公司的多次民调结果 都显示要争取连任的林志坚与祥捐土 重来的许明才有超过四成以上的落差 林志坚的高民调及许明才的低民调 让国民党基层感叹有扶不起来的无力感 坊间早有拔财换江传言 其次 现任市议会议长谢文进最近平视水温 丢出可能挑战市长选举的震撼弹 也让蓝营基层有各自出走的松动感 甚至有蓝营人士表态虽有党籍无法民工 但私底下有可能按住议长谢文进 市的新竹市长的选情出现剧烈变化 部分死中国民党员则如锅上蚂蚁 助击若不赶紧白财换江 换个有实力的参选人 恐怕国民党在逐世会全面失守 对于政坛上及基层白财传言 感受最深的就是许明才 许明才说 他确实前几天有打电话想见秘书长曾永泉 不过 曾永泉透过秘书表达没时间 让许明才北上求见的计划失败 许明才说 他还是会继续努力跑基层 但也希望党中央与党不能积极协助灭火 不要让选前换江乐而语持续扩散 影响逐世年底的选情 明天 均 于 闪